继续回来第六场四班千四 先看看状态指数表 9和10都较为好些 配备转变辣得嬌初戴这个利带 先看看只捕出来的雪茄之友 走入面299 昨天早上拍跳的 当时都想着它未必捕得出 但结果就顶了那只捕鲁鱼飞跑 都仍是自乱一点 这些马未够放松的 读郭宝宝 刚才看了拍跳这份单试 对 落班立刻都做多一点点东西 高白身拍货 因为平时它的操练很油闲 这只马很多的 这样已经做了 很难得的 接着看看同欢乐 外面84 这一货三只马拍 它都逗住一路走上来 力道比之前好的 还有我觉得今次找回大师傅跑 会比见习生好 然后看美丽多多了 在前面 身形它是一只比较鸿鸿的马里 所以你觉得它不是太壮的 又常常都竖起尾 所以我觉得它还未完全很成熟 这些马 放眼量又怎样呢 我想都是为夏季打算 这些马 近期都开始报一些 自己不是这么厉害的路程 走过都是平稳 好了 接着看看天生一对 开辩 是的 二澳招拍吊 加了一个鼻窟 投罩给它 它神粗是有点急的 还有丁顾鲁的马普遍 都是汗湿比较大一些 杨明伦跑 以往其实它上次都追了个第四 然后就看到潇洒王子 神粗也都没有戴眼罩跳 所以它这些老马 它又不会特别起劲 都知道出来做什么 都跑了这么多季 好了 韦达马房 有只初出马的声威 看回它就只试了三个集 这个集就是最近的 5月15号跑马地的1200米集 就在最外南 不过骑下去就没什么反应了 说到这里已经没什么好说了 是的 你看到它的翻步很慢 这个声威 还有出的比较高一点 然后看看拍跳 里面近镜就是转了仓跑过的标准喉黄 它想逗得它慢一点 因为周俊乐 但是这只马不听使 一直顶着它有些逗口 它拍跳如果走到外面就好像顺一点 走到里面没那么顺 保罗成全是怎样的呢 这些很明显是看到它越来越放松 以前这只马是重口马 跳一下跳一下 现在开始捏到一些口 操控比较容易了一点 外添盛 这货单跳 场地有少少濕重变化一点 它感觉上就轻松 但大家不妨看上一货落草地拍跳 很厉害 再看多货吧 昨天早上 是的 这货变了潘顿 因为前一货 刚才我说的草地 就是潘顿跳了 拍的对手就是刚刚星期三爆冷的 是幸运飞弹 那货真的跳得好 上次都很合适的 一路继续 然后看看醒目再临 晨操加眼罩 近这几次 它埋尾通常都会弹泥杂 但是效果都不是太好 始终都是有些退步 这些A步马 事必非非 它经常都要找马带 早上 内圈都要找马带 所以大家见过晨操表 觉得它有拍跳 其实这些严格来说 不算是拍跳 就是一只带一只 是 拿得嬌 无衔东跳 早前多数都是五彭治 就是库列马斯跳多 这货就临不让它跑了 都让它跳下 这货也扎了腿 力度就好了 还有赢马神器 看看 都是在钢班边缘的马 早前曾经追近过 但是可能心态 或者相等落班都未定 中中停 回到第六场 四班千四米 这个三天尾关 其实都觉得有些参差 就是水准 热门又是哪一只 肯定是美丽多多 这些星未那么重的马 加上这个财意 当然它还没赢 至今 上次你也想着它一定会赢 就是尽尾斗到直路 最后就是这些三岁马 可能那个年轻 有些马拍着它斗 它就有些转弱了 那就差一点 希望今次会保重到 但是你要留意这只马行圈 它有时会有些 自乱的形态出了 有些美丽多多 有时会有些急 我想正正路路 十号马那只外添胜 应该都 就是要继续追的 但是这只又是那些 不懂得赢的那种种 又是私人之声的种 现在都学一下 讲一下血统 懒一下 但是那一货拍草地追马 它没有特别过那只幸运飞弹 过半马位跟着那只马末段 小小移出 那只马一声追上来 那一货草地真是坚得不得了 希望那些外添胜会跑得好 整一场 还有赫言都刚刚有个好消息公布了 下年它可以上去重发开仓 那你说了赫言这个好消息 亦都说了两只实力状态都好一些 潘顿莫雷拉坐骑 另外一个有好消息的 就是赫敏连 赫敏连刚刚公布的下季 全季都有牌 在香港 今场它就跑这只保罗城泉 其实这只马 我想很多朋友都一直有 持续这一匹马 但是很明显 过往这只马就太行 很多时候 就是控制不是那么好 但是你看到一路跑下来 现在这马就比较收敛了 当然了 已经是跑了整个六场赛事 就未能够说 真的立刻可以出到头的马 未必说真的那个实力很高 但是起码你看到它 阵上已经近过 现在已经是收敛了 我觉得在这场这四班赛事 它都已经是有条件争的马 虽然就档位是差一点 但是对手不是很强的 如果是可以放在前四五位 这一场里面它都够差了 这场赛事也有些初出马 声威的负是Not Single Doubt 这一系马来了香港很多季 大家都知道 这一系马比较早熟 跑短途赛比较好 而这一系马今季的成绩也相当好 刚刚串河专区成为冠军一里赛的盟主 另外最合拍的当家猴王 爆酥很有利快闪的 这些马都赢过 爆酥也不止赢过一场 之前都不断连接的 至于声威的武 曾经在澳洲赢过四场马 赢过1200米、1400米途程的中短途赛 亦在表列赛曾经赢过马 无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似乎都是短途马比较多 个别有些赢到一里 所以进入了父母两线 这些声威看来是比较早熟的短途马 声威来香港之前 在纽西兰参加过两次试集 但参加了两次试集 都没有跑过入前三名 伟达马房的初出马 今季新开仓 一出即性马到现在都是那三匹 他们就是超能力、辉煌心和量化宽腾